- 要做什麼? - 要做什麼? - 要做什麼? - 準備好了 - 就輕鬆了啦 真的啦 我的 - 這個就真的是輕鬆了 - 就當作在開實況就好 - 我就當個查了一下 - OK啦 那一點了 我們就直接輕鬆 - 輕鬆的開始啦 - 我們今天就是要找一件來 - 跟我們小聊一下很多那個 - PCS春季賽的事情啦 - 那這麼一開始呢 - 是說我現在發現很多人都會叫你公主耶 - 到底是為啥啊 - 這個是我一個實況的梗 - 就是有時候我會不想開視訊嘛 - 然後我就有一次就跟他開玩笑說 - 原本要視訊的話要說公主請開視訊 - 然後這個梗就流出來這樣 - 所以它是一個算是不錯的你自己的實況梗啦 - 對 然後加上他們有時候會說 - 我的個性蠻傲嬌的 - 那你覺得有嗎 - 有 有一些部分有嗎 - 啊你自己這樣在香港算是待多久啊 - 兩個月嗎 - 應該是三個月左右 - 你自己覺得香港怎麼樣 - 你以前去過嗎 - 沒有 - 那你覺得那邊食物啊還是什麼環境 - 你覺得怎麼樣 - 我覺得第一 - 他們的那個道路真的規劃的特別好 -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台灣要趕緊 - 就是他們那個人行道超級大 - 而且你永遠都看不到有車子在上面 - 但是像他們的店員 - 可能就沒有像台灣那麼熱情 - 好像蠻多人會說 - 香港的店員比較臭點還是什麼的 - 但我不知道耶 - 我也沒去過香港 - 不介意到臭點 - 但是可能就是比較冷淡一點 - 啊OK - 然後食物 - 我覺得還不錯吃 - 就還適應的可以 - 但是物價是算高的 - 就會早午晚餐的價格就在五六十港幣附近 - 換成台幣就乘以四嘛 - 就差不多兩百多 - 那總體一百分你大概給你這個 - 第一次去香港這段時間給個大概幾分你覺得 - 可能七十分吧 - 剩下三十分可能 - 就是他的交通工具吧 - 沒有像台灣那麼多 - 加上可能他的計程車那些都很貴 - 然後地鐵也比較偏貴 - 這樣聽起來你是不是沒有玩到什麼景點 - 也沒時間吧 - 也沒時間吧 - 對 - 但是我有嘗試想去過 - 但是我朋友基本上不怎麼想去 - 喔 OK OK - 欸啊在香港 - 如果不講粵語的話會 - 就是會很怪嗎 - 沒有啊 - 就他們都會講普通話 - 不過其實 - 我覺得香港 - 就是有蠻震撼到我的啊 - 觀眾各位你說有沒有學到什麼 - 粵語 - 很多髒話啊 - 髒話都學了就對了 - 對啊很多 - 除了不是髒話的話 - 你最常講什麼的喔 - 喉籃肥 - 這是好爛的意思 - 再說一次再說一次 - 喉籃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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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他們打那個在抱怨的時候 - 通常會練到這一次 - 喉 - OK OK - 好那我們就開始 - 開始聊一下 - 就是英雄聯盟的部分了 - 喉籃肥 - 你們這個賽季啊 - 就是例行賽的部分 - 你們第一階段的時候 - 打得蠻好的嘛 - 六勝一敗 - 你自己有想像到 - 有這種情況嗎 - 呃沒有啊 - 其實我原來以為 - 這是我們可能 - 就只能贏警隊 - 然後 - 誰比較強那幾隊 - 我們可能都會碰輸 - 這樣 - 結果你們只輸CFO欸 - 其實我那時候認為 - 我們輸CFO應該算是意外吧 - 就是我們第二場 - 贏下來的時候 - 沒記錯的話 - 他們把我們第二場贏的角色 - 都BAN掉了 - 但是我們是屬於 - 比較BP頭挺的 - 就是我們相信第一場的陣容 - 是能贏的 - 所以我們還是選了第一場的陣容 - 因為我們第一場是有優勢嘛 - 但是就是可能後面拚團拚輸了 - 欸我剛剛看你們第二階段 - 是三場都輸欸 - 那個時候算很低潮嗎 - 一部分是因為 - 那時候 - 就是在打第二階段的時候 - 那個時候 - 烏迪爾 - 已經被各大戰隊淘汰了 - 大家都已經開始選 - 建模這些了 - 那因為建模 - 算是我比較自信的強項嘛 - 就是大家可能一直以為 - 我不練腳 - 但其實 - 如果真的要摊開來講的話 - 那個時候 - 是所有全世界的人 - 都拋棄烏迪爾這個東西了 - 我們第二階段 - 第一次被PSG2比0的時候 - 因為我們又碰到烏迪爾 - 然後有碰到一些場外因素啊 - 可能某些選手 - 因為一些場外因素 - 影響到發揮 - 然後包括我們 - 也因為太久沒碰到烏迪爾 - 導致那時候調整不過來 - 因為我們在這之前 - 我們碰到烏迪爾 - 像我那時候 - 會不會選卡蜜爾去打發 - 對啊 - 會這麼選是因為 - 我們其他路會選一些相對強勢的 - 那烏迪爾可能拿不到這麼主動的效果 - 但我們那時候選的是 - 可能每路都被推 - 加上再選了一隻卡蜜爾 - 然後就變成說 - 就是烏迪爾可以一直吃他的皮 - 然後一直進來騷擾我們的中野 - 然後中期就一直給中下壓力這樣 - 就輸給皮爾去之後我們 - 有去嘗試改變過我們的玩法 - 這個玩法可能 - 直到季歐賽我們都佔用 - 可能跟第一階段不太一樣這樣 - 那你們這樣進季歐賽之後 - 我看一下你們季歐賽 - 打那個什麼 - 大翔之後就算了 - 就不多說 - 這個應該算比較輕鬆過 - 打DFM的時候 - 你們那個時候 - 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- 因為其實DFM的陣容其實還算是 - 去年的班底為主啊 -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第二場會輸 -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啦 - 我自己認為我自己的部分太松切 - 因為那時候選JOLO打2 - 然後三分鐘就單殺了 - 我就想說這把應該很輕鬆的拿下 - 那至於中下還有打野發生什麼 - 其實我不太清楚 - 但我認為應該是我們選了一套 - 比較不熟的陣容 - 了解 - 就是有點想搞科研的心態 - 其實我當時 - 覺得你們3比0DCG還算 - 就是不在 - 還算在意料之中 - 但 - 其實我是沒想過CFO就是 - 會把你們30 - 是說你們有想過CFO會選你們嗎 - 我沒有想到他們會選我 - 但我們沒想到會被30 - 對我也沒想到你們會被30 - 那個時候聽說CFO狀態其實蠻差的 - 但是他們還是把你們30 - 你們那個時候 - 的狀況也不是很理想嗎 - 就是也蠻差的嗎 - 但是我覺得 - 就是我們不要論第三場 - 因為我們第三場應該大家都已經亂掉了 - 那就前兩場的內容來說 - 就像他們第一場 - 選的是二瑜加豬妹 - 你應該知道這個對局是 - 只要他們拿不到太多優勢的話 - 只要到後面我們都會贏的 - 但我們就是在前面選擇去跟他們接團 - 然後碰輸了 - 導致我們直接會贏的 - 那第二場 - 我沒記錯的話 - 認識的應該是選波比 - 然後我一樣是選武器 - 然後很多人會 - 對 - 我到底是因為 - 我不練腳 - 只拿那幾隻 - 還是因為 - 輸在決策上吧 - 其實我這樣聽出來 - 感覺經驗上也是還是有一些不足 - 對 - 我覺得我自己是 - 還有很多地方要改 - 就像我講吧 - 前兩場我們都認為 - 就是在決策上 - 就是做得不夠果斷 - 就本來制定一個方案 - 但是我們可能中途 - 只是因為看到某個情況來就改掉 - 就改掉那個方案 - 然後我們後面就亂掉 - 對阿對阿 - 這都經驗啦 - 慢慢累積 - 畢竟還是第一個賽季 - 我覺得後面這兩個波 - 我覺得都 - 算是相對比較接近 - 我覺得還好 - 你那個九桶的事情 - 你自己也在實況上講過 - 我覺得也沒什麼好說 - 就是 - 就是 - 打SSG - 比較可惜 - 我們訓練賽是打過很多挖掘機的 - 會選打瑞斯也是因為 - 我們訓練賽打挖掘機的時候 - 都是選這幾隻來打 - 效果都很好 - 至於為什麼沒打出效果 - 我說實話 - 鑽石你看都看得出來為什麼 - 好OKOK - 沒事啦 - 我沒有要湊任何隊的歷史 - 但 - 說實話 - 就真的只能這樣啊 - 都去南京點的 - 難道 - 我選卡商第一 - 我再卡下去可以一打三嗎 - 也不至於吧 - 我還是那句話 - 我打得爛 - 我被 - 不管是觀眾還是酸民 - 還是討厭我的 - 我打爛要噴我 - 我覺得合行合理 - 但 - 如果連遊戲內容都搞不明白 - 就在那邊瞎噴的 - 我真的很難接受 - 講到這個 - 昨天晚上的時候 - 我跟車廠聊了一下 - 就是對於什麼 - 就是網路上討論的一些看法 - 她當下是開玩笑說 - 如果你看那個很在意的話 - 就去看JJKing的聊天室 - 因為那邊罵更兇什麼的 - 但我自己以前跟他聊 - 就是我們都會盡量說 - 如果真的看了會不舒服的話 - 就盡量不要去看 - 只是我感覺就是 - 現在你可能會太在意 - 可能剛開始打 - 你就很在意這個 - 我覺得如果你未來 - 真的被這種東西搞到受不了的時候 - 我會盡量建議你別看 - 因為真的 - 這個東西看了對你來說沒有什麼好處 - 你知道嗎 - 看了反而心情很亂 - 真的 -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- 就是你不管講什麼 - 她會特意去放大 - 然後會拿出來討論 - 你知道嗎 - 反而會讓事情 - 再更延燒 -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- 其實你也不用講太多 - 你知道嗎 - 就是你只要下一場比賽打贏了 - 他們就不會說什麼了 - 可是如果你 - 就是你陷入那個循環 - 然後去跟他們吵 - 跟他們爭的話 - 其實不會有什麼好的效果 - 不過我覺得 - 也不是說不能爭 - 因為我能理解那個感覺 - 而且 - 畢竟你是新人賽季 - 對 - 我只是覺得說 - 就是如果以後還有更過分的留言什麼的 - 那我會建議你以後就忽略 - 不然的話你真的 - 真的吵不完的 - 這個就跟 - 雜草一樣你知道嗎 - 她是 - 她是 - 理不盡的 - 對嗎 - 不過其實我會選擇跟他們吵 - 是因為我們打 - 我有點忘記打CFY打S去 - 輸的那一天 - 我是直接被私訊 - 賺家人的那種 - 對啦 - 我自己是有點接受不了這種 - 如果你單純只是因為遊戲 - 不管你是賭書還是 - 不爽我的表現 - 哪噴我 - 這個我都可能 - 就是我連回都不會回 - 我也不會講這件事情 - 但如果就是噴到家人 - 我是接受不了的 - 那確實啦 - 不過後面很多人都會選擇直接 - 就是大部分的訊息都不看 - 不然就是要扛著吃 -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不講理 - 不過沒事啦 -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 - 包括我跟車長都覺得說 - 你起碼第一個賽季 - 已經算是表現非常好 - 我覺得你可以有自信一點 - 其實我覺得可以更輕鬆一點 - 就是不然你這樣其實會真的很累 - 對啦 - 這個就要講到那個什麼 - 你有沒有印象我開季前的時候 - 說你可能是FAK的動嗎 - 我那時候是說動嗎 - 反正就是說 - 就是說最需要注意的一個位置 - 就是以FAK來說 - 如果你沒事的話 - 整個隊伍的話會很強 - 那當下車長是跟我說 - 他覺得你超強的 - 因為他那個時候什麼CQ啊 - 什麼SoloQ我遇到你 - 他覺得你的實力沒有我想像中 - 講得那麼弱啊什麼 - 我那時候好像講來說 - 你是後三 - 就是打基本上算都打不過 -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基於你 - 很久之前對你的印象下去講的 - 就是你當下看到我講這些 - 你的反應是什麼 - 很多人很有興趣啊 - 因為那時候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- 我已經在香港了嘛 - 反應了一段時間了 -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在看BBB - 我就是只是看到這個影片 -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就是在想說 - 對我這個賽季就不要 - 因為我自己其實我也不知道 - 我自己實力到底到底如何 - 因為我們團體就都打越南人嘛 - 我也不知道這些越南人 - 到底是強的還是不強的 - 然後我就是想說 - 這個賽季就是對我要求我幹嘛 - 就不要想著做一些事情 - 然後配合這個站好 - 結果沒想到比賽打得蠻好的這樣嗎 - 就是可能跟我想像中有落差吧 - 我也沒想到 - 我有辦法適應到這個東西這樣 - 車長有說他 - 一開始打不贏你的時候 - 還以為是說什麼 - 他自己是不是變菜了 - 他也跑去問阿滋說 - 是不是他打你也打不過 - 然後阿滋也跟他講說 - 確實挺難打的 - 所以大家其實一開始都沒有想過 - 就是你這季一開始就這麼猛這樣 - 我是有意思啊 - 因為那時候打CQ的時候 - 大家都是在測自己強玩的角色 - 然後他們都是選偏鬥士的東西來跟我打 - 鬥士算是我自己的強這樣嗎 - 對你擅長的 - 像你看比賽阿滋選蝴蝶的時候 - 我就常常刺別 - 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角色的問題吧 - 就如果今天版本一變 - 或者說我突然選了個二跟他們打 - 可能我就是被領持開來那種 - 可能我就是被領持開來那種 - 講到角色阿蝴蝶這個對局 - 我突然想到那個什麼 - 你有一次不是拿雷文去打烏迪爾嗎 - 這個東西是 - 你自己覺得非常好打的一個對局嗎 - 沒有 其實那個不好打 - 那時候會選是因為 - 我們第二階段的時候真的練不到跟烏迪爾的對局 - 就是我們打烏迪爾的經驗是停留在第一階段 - 就是選人龍的角色跟他對龍等團戰 - 我們第二階段那時候是看LCKLP的 - 都沒有無敵了 - 只有阿智選 - 然後我認為EY就會選無敵 - 也是看到阿智打我們的效果很好 - 所以他們選擇選 - 然後加上我們那時候MN受傷嗎 -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選什麼 - 因為那時候有偷練歷史大衛斯 - 但是大衛斯被他被他 - 就真的不知道要選什麼 - 就想說那就試試看好了 - 不過其實 - 我團練雷文拿的場所應該不超過三場 - 對啊就講到這個就 - 很多人會說你積分完蠻多雷文 - 但你比賽不完 - 你自己對於這個有什麼看法 - 我都講一句實在話 - 不過 - 如果啦 - 夏季賽版本沒變太多的話 - 我應該會嘗試 - 多拿雷文吧 - 因為確實講的話有一部分有道理 - 如果雷文完了那麼久 - 什麼隊局都會打 - 那也沒有理由不拿吧 - 如果這個角色選出來 - 真的能給對手造成困擾 - 那沒有理由不拿 - 我覺得他們講的話有一部分還是合理的 - 那你自己講到夏季賽那你覺得 - 就是目前你跟隊伍的相處 - 應該算都還蠻正常的嘛 - 對吧 - 就跟隊友啊 - 對吧 - 那你們夏季 - 就是 - 應該算有信心 - 在挑戰一下季後賽前段了吧 - 肯定是有的 - 我感覺FAK每次都是很可惜的 - 都在季後賽 -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軟掉 - 如果這算是有魔咒的話 - 夏季賽我會 - 盡量突破這種魔咒 - 突破魔咒 - 對啊可以啦 - 沒錯 - 這一季打下來啊 - 你覺得哪一個上路對你來說 - 打起來的壓力最大 - 車長是說他覺得這一季 - 就是你給他的壓力是最大 - 那你自己覺得 - 你在這一季在打其他上路的時候 - 日本的也行啊 - 大洋洲的也行 - 有沒有哪一個上路是 - 到底你覺得真的是特別難打 - 我得想一下 - 你如果覺得沒有 - 也可以說沒有沒關係 - 因為確實你就是打線處理比較好的 - 就是有讓我識別過的 - 但像阿智就讓我識別很多次嘛 - 不過我會覺得如果以現在 - 我現在會打無敵了 - 再跟他打的話 - 我可能就不會識別這樣 - 我覺得很好啊 - 我覺得有自信是好的事啊 - 打Risk也識別過 - 就是有被他惡於通嘛 - 但是也會覺得 - 如果溝通好一點 - 那時候不要打架 - 可能就不會長那樣 - 之類的 - 就這個很難講欸 - 就是你清楚自己輸的點是在哪裡 - 然後你有信心下一次能把它改進嘛 - 對對 - 差不多就是這種概念 - 嗯 - OK OK - 就感覺不至於到無解 - 因為我覺得這遊戲終究還是5v5 - 太可能會出現那種一打一完全無解的情況